館內主要以聖經相關文物為主 也展示了亞美尼亞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顛沛流離的故事 而整個館中最珍奇的 手推一本 大概是全世界最小的古蘭經 還有一本大概 也是全世界最小的聖經了 現在來到這地方 是當地一座相當有名的古橋 它叫三十三拱橋 當然顧名思義就知道 這下方它一共有三十三個拱門 不過觀眾朋友看到這裡 或許很納悶 覺得這真的是一座橋嗎 因為下面好像半點水都沒有 那現在可能是因為枯水旗嘛 那也是因為枯水旗 所以我們待會就走在這河道上 屬一屬是不是有三十三座的拱門 走 三十三拱橋坐落在 橫貫伊斯法海的查陽德河上 是由薩菲王朝的 阿巴斯大帝下令興建的 可說是當時橋樑建築工藝的 代表座 橋分上下兩層 橋上供行人通行 而橋下的設計則憋有洞天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下來 小小鼠還有這個男女在這邊 彈琴說 那聽說過去這裡呢 是一個茶館 那當然這當時的盛況 我們就要請就在地人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哥 你好 不要再你好了啦 這以前聽說是茶館是不是 對 以前這裡是茶館 很多人會在車廂去求演 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嗎 是 很多很多很多 現在沒有水 你知道嗎 為什麼沒有水 好像他們說沒有下雨 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他們都水庫 全部要開 其實在伊斯法韓的茶陽德河上 總共有十一座橋 在三十三拱橋不遠處 還有一座和三十三拱橋 齊名的哈丘橋 這座橋是當年阿巴斯大帝 為了不與民徵用三十三拱橋 以及安全上的考量 而建造專給皇旭 和軍隊所使用 因此雖然兩座橋外觀 看起來大具相同 但哈丘橋就是多了些 華麗的彩繪瓷磚 剛剛大哥就帶我們來到這個樓下 發掘裡頭的路 真是錯綜複雜 玩如是一個地下城 尤其帶到這家店 更是古色古香 上的裝潢全是二手的古董 然後地上的茶就是 傳統的伊朗紅茶 傳統伊朗 伊朗人比較喜歡 沙布的沙 一些鎖鹽 鎖鹽 喝茶 他們的伊朗合成這裡的喝茶 是伊朗 盤子裡 倒在盤子裡面 對,盤子裡面真的 你們在喝 原來伊朗紅茶是想喝的 伊朗還有熱 還有熱 比較 涼熱 涼熱可以喝 還有熱 對 很特別的喝法 對伊朗人的日常生活來說 不可一日無茶 早上喝茶 晚上也喝茶 一天喝個幾十杯是正常的 而在伊朗各地大大小小的茶館 除了提供喝茶的服務外 其實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監營抽水煙的服務 好,現在我進來到另外一間房間 我們可以看到一整排的人都在抽水煙 這畫面看起來是挺壯觀的啦 其實過去在伊朗這邊抽水煙是合法的 但是近幾年似乎沒有那麼合法 就一間一間的關門了 那來到這裡本來是想說如果它合法的話 那製作單位就要求我可能要來嘗試看看 但是呢,現在沒那麼合法 說真的,站在那邊還是有點不習慣 好,那所以呢,可以我當然不示範抽這個水煙給大家來看 那不過呢,這是當地一個特色 所以也是把這最真實的一個畫面呈現給觀眾朋友 現在來到的地方就是旺克大教堂 這座教堂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不過觀眾朋友或許很納悶 因為印象中伊朗照理說應該全民都是虔誠的穆斯林 怎麼很難去跟著其他的宗教做聯想 那為什麼會有這座教堂呢 其實過去有一群為了躲避戰亂來到這裡的亞美尼亞人 他們當時來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原本是由薩法維王朝他們所統治 這統治者的國王就特別允許他們 在這邊建他們自己的社區,蓋教堂 並且還可以繼續信仰他們原本信仰的宗教 那於是呢,到現在為止呢 這裡還是這群亞美尼亞人他們聚居的地方 不過在這個教堂裡面卻有一樣非常珍貴的文物 究竟是什麼呢,我們進去看一看 走 旺克大教堂是伊朗目前最古老的教堂聚一 始建於1606年,在1664年完工 是伊朗最大最美麗的教堂 尤其是教堂內的聖經故事壁畫 最叫人看為關聚 其實來到這邊呢,我們看到這位是教堂嘛 天主教堂 那我們知道我們也看到他們穿著伊朗的一些傳統服飾 進到這邊 當然不盡然全部都是天主教徒 部分人可能是遊客觀光客 不會看得出啊,這伊朗人啊 他們對於這個外來的宗教也有一定的包容性 只是這個包容性到哪裡 大家問問這個沙昀大哥啊 就是伊朗他會不會排斥外來宗教 沒有,伊朗呢 我們的穆斯林 安門 穆斯林 一個 一兄弟 是一樣的 我們一起好了 他們學校一樣是沒關係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由去選擇你們要信仰什麼樣的工教 都可以 都是可以 不要穿佛心的 我不要摸成,我要去安門 不要安門 我要去阿米特夫 來到這裡我們知道有一個很珍貴的文物 聽說這是收藏在一個博物館裡頭 我們去找找看 來 讓我去 走吧 沒想到這望克大教堂裡的博物館雖然小 卻是物脹俱全,精彩豐富 館内主要以圣经相关文物为主 也展示了亚美尼亚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颠沛流离的故事 而整个館中最珍奇的 首推一本大概是 全世界最小的古兰经 还有一本大概 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圣经了 館内的文物真的非常精彩 而每一件文物 也都有属于亚美尼亚人的故事 真的很推荐观众朋友 来此欣赏并了解 这些珍贵的历史 这座星期五清真寺 堪称伊朗清真寺的历史缩影 它的珍贵在于 经历不同朝代的扩建 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 都保存得非常良好 可以说是清真寺的建筑 与装饰百科全书 因此星期五清真寺 在2012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居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伊朗他们官方资料上 也说这是全世界 算是最大 而且是最神秘的一个清真寺 它的历史呢 有1300年左右 相当于啊 就当初伊斯兰教 刚传入波子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建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真寺啊 跟其他我们之前看到 清真寺最大不同的是 它没有过多的 其他色彩的这种装饰 我们可以看到 它常常那些装饰 只是用一些很简单的 几何图形构成 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很多都已经斑驳了 也没有什么任何现代化的 一些建筑 看起来真的是很古老 原汁原味 走在这里头 仿佛穿梭时空 回到虎代了一样 现今的星期五清真寺 只有围绕在中庭部分的建筑物 有贴上蓝色花纹的瓷砖 其他都还维持着 原本单纯古古的样貌 虽然色调没那么华丽 倒也不需沉稳庄重 不过寺中有个古老圣龛 倒是把这单一的颜色 做到你想象不到的金句 这个圣龛让我为之惊艳 怎么说呢 第一个 这个圣龛它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然后呢 这上头的泥雕 雕刻的是相当的细腻 雕到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隙 保存至今还是相当的完整 来到这里呢 真的是很兴奋 这或许呢 真的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拍到 这拜佛教在拜拜的这个仪式 而且这也是柯亦我第一次 踏进拜佛教真正的这个神庙 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神庙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就是拜佛教的信徒 因为我们知道看资料说啊 就是全世界拜佛教的信徒 都会来到这边朝圣 对 为了拜拜 他们的 拜佛教 三种东西讲话的 一 头那好 讲话好 就好 好 你看一 二 三 你看看他在上面呢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他们拜佛教的一个象征 拜佛教 你看他们的手上 一 头想法要念头要好 然后说错的话要好 对 心为举止呢 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要好的 相信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观众朋友 都知道小说中的名教和波斯拜佛教的渊源 在我看来这里俨然就是小说中的名教光明顶 而这座拜佛教庙在每年的六月十四至十八日之间 会有数以千计来自各个国家的拜佛教教徒 聚集在此朝圣 而除了这座神庙外 在雅兹德旭还有几处拜佛教的遗举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座呢 就是拜佛教的神庙 其实从外观看起来 它的建筑很简单很朴实 如果要不是看到这上头呢 有着拜佛教的这个象征的一个图腾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它是这座神庙 那不过呢 听说这座神庙里头呢 有一团圣火已经持续燃烧了一千五百年 从来没有熄灭过 现在我们就进去找一找这团圣火 在我背后的呢 就是那团圣火 它已经持续燃烧了一千五百多年 那在拜佛教里头呢 火代表是神圣的 因为它可以烧尽所有的罪恶 那其实呢 在这个神庙里头后面 就是圣火这个区域呢 是他们算是他们的圣地 这一般异教徒呢 是不可以进去的 不过刚刚呢 这个妙方人员 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拍摄的诚意 特别准许我们进去里头去参观 但是呢 是不可以拍摄的 刚进去呢 其实啊 蛮感动的 你也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到 这个圣火的热度 那我们也在里头也了解到 其实这个圣火呢 是由他们庙方人员 他们二字小徐来看管 适时的就要添加一些木材 让它持续地燃烧 就这样持续了一千多年 那同时呢 我们也问了啊 说这样的工作呢 是你们是轮班吗 还是怎么样 是从外面聘请人来吗 那担任这个工作啊 第一个你必须是 拜佛教的信徒 而且你必须二字小徐来监控 再来是全年无休 而且是终生的置业 像是我们在刚刚里头 看了一些老照片啊 就看到一位教长 他在那边持续服务了十八年 直到他死绝的这一刻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啊 他们对这宗教的热忱 以及终生奉献的那颗心 拜佛教里头 传统的拜佛教 他们也有实施天葬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为什么要举行就天葬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拜佛教他们教义认为 天地万物 应该是要保持纯净无瑕 所以当人的尸体 入土为安的话 势必会污染到整个大地 所以呢 他们在人死后 他们把尸体放在这山丘上 任由这秃鹰来酌食 那像这样宁静塔呢 在雅兹德 有大大小小的好几座 而其中这两座 算是最具规模的 其实原本这里 是有三座宁静塔的 不过其中一座 在十几年前 被英国的考察队 给不小心弄塌了 其实眼前两座宁静塔 还有男女之分 比较高的这一处呢 是男生在使用的 比较矮的呢 就是女生在使用的 另外在宁静塔的下方 有许多小房子 像是可以我站的位置呢 就是其中一间 那这房子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当时这大体 运送到这里之后 会经过这个清洗 清洗完之后 他们运送上这个山丘上 来实施这个天葬 这样的一个仪式 而在整个仪式 实施的过程当中 家属必须留在 这小房子里头等待 那当时呢 这个家属必须 第一个不可以哭闹 第二个呢 要保持安静 而临近塔就因此得名 那这回来到这里呢 由于这个天葬堂 现在已经没有在 实施天葬了 所以我们也不打算上去 我们就默默地离开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雅兹德这里 就每天天气气温 非常的高 这个常常都是四十几度 五十几度的 那气温高怎么办呢 当然就要有些通风的设施 像这风塔最主要的 就是要把这个空气 灌到屋子里面 和屋里的 这个热空气产生对流之后 把热空气排出屋外 除了风塔的设计之外 另外一样设计 相信观众朋友 一定不陌生啦 也有看过我们发现达住的节目 应该是记得我们之前 到新疆吐鲁班的时候 有介绍过的就是坎儿井 其实在伊朗地区呢 尤其是沙漠地带 很多家庭呢 他们的这个屋子里面 都会设置坎儿井的设施 那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风塔呢 可以达到这通风的效果 另外坎儿井啊 它有这个水流过嘛 会有这个水气 也可以让屋子里面 有达到这个降温的效果 OK 那现在古城区里面 究竟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那我们进去啊 好好的参观 虽然整座古城已是断源残壁 但从这古城的规模看来 也不难想像 当年四路上的商旅 在经过这片广大的沙漠时 停留在这做补给买卖 这里会是多么热闹的一个景象 而在我们刚刚经历过车子 在沙漠中抛锚的事件后 更觉得沙漠中的 绿洲城市重要性 就这样悠悠地 漫步在古城中 我们朝着一处高塔前去 其实在这个古城区当中呢 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物啊 就是我背后的这轩离塔 那这轩离塔呢 又被称为摇晃楼 为什么叫摇晃楼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啊 人如果在这里头 可以很轻易去推 它就有那种摇晃的感觉 不过观众朋友来到这里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说啊 登上这里 然后使命地去摇晃 这是很危险的 之所以会摇晃 就是因为它已经是一座围楼了 那来到这里呢 当然要问问我们的夏家人 他们来到这边的感觉 嘿 大哥 好 又要握手 第一次来到这边吗 对 外地是我的这边 你也是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我的这边 那来到这边有什么样的感觉 它已经1400年以前之久的啊 1400 1400年以前之久的 对 全部还没有修过也是一样的 对 刚刚大哥有说到 还有一个重点哦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它还没有维修过 还没有维修过 对 不过呢 我们也有看到有一部分 已经要开始维修 开始维修 对 所以它以后 是不是要开发成一个观光景点 对 一定要啊 那大姐 第一次来吗 对 第一次 我刚刚看你拍照拍得很开心 对 对 那怎么样 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 而且是很最古老的自然的天然的 好 那个建筑物 是 那波米呢 也是第一次来 好 第一次来 对 来来来来 你来这边 我知道你怕高嘛 那看下去会不会害怕 有点 就好像想到汤姆 汤姆有聚高症 那波米呢 其实啊 他也有点点怕高 那来到这边应该是 满开心的啦 那我知道你说 你现在是暑假嘛 所以暑假出国 或许有些同学 可能去日本 去其他国家 你们觉得来伊朗很酷 回去可以跟朋友 好好的来分享 对 那其实呢 刚刚大哥有讲到的重点就是啊 现在我们这边还保留的是原汁原味 那未来啊 就是可能就会开始修修补补 对 那我们其实走在此路上 有很多古迹也是这样子 经过修补之后啊 往往啊 就失去了那份味道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对这里 觉得还蛮喜欢 有兴趣啊 记得如果想来就要趁早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让我就地重游这里的话 希望它还能保持着 我印象中古老的样貌 不要变掉太多 离开卡尔纳克古城 回到雅兹德徐一时傍晚 在用过晚餐后 晚上我们还安排了一场 在伊朗十天来难得的夜间娱乐活动 观众朋友 看到这样子呢 可以啊 不是在打棒球 也不是在打板球啊 这东西啊 还真的有点重 现在来到的是一个 很传统伊朗的健身中心 那这种健身中心呢 在波斯文化中啊 被称为是力量之屋 那健身中心的由来是这样子的 就是过去呢 波斯帝国为了训练这些战士 以及运动员 可以维持他们强健的体魄 所延伸出来的这种运动方式 而且是可以在室内进行 那究竟这东西该怎么用呢 其实可以我也不太清楚 那由于来到这地方呢 健身中心啊 过去啊 当然是健身房 不过现在已经演变成了 就观光化了 所以呢 它也是一种表演 进来的时候呢 必须要买门票 然后表演时间 大概一小时时间 那待会我们就看这些运动员们 他们怎么样来操作这手上的这种道具 来达到健身的效果 好 挺重的 我旁边坐着等着观赏好了 表演时间一到古神一响 嘹亮的吟唱声一起 场内的表演者也开始了这场秀 表演者们以各种器材 像是木锤或是铁板等 来协助身体律动 有时又随着鼓声 单脚急速旋转 不过说真的 一个小时这样看下来 感觉他们真的在移动 而不是在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来到雅兹德看这场表演的话 也就把它当成一场特殊的文化体验 别期望会有多精彩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亚历山大监狱呢 据说当年这里就是亚历山大 专门要求进这个俘虏的地方 现在看到一旁商店林立 也变成是一个观光景点 所以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 观光客都跑进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大洞底下是别有洞电 小慧 甩硬 这样下面好吗 还好 还好 哪有 看你们还在喝茶喝得很开心 这过去就是观福炉的地方 不过现在是变成了一间茶馆 那可以我也下去感受一下 喝喝茶 走 你们怎么换位置了 这边太热 太热 对啊 刚刚上面太阳是照下来 直接照在你们头上 怎么样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吧 还可以 还不错 真的不错 好像一副是我带他来的样子 真的好看 其实下到这个地方 就感觉上 或许过去是一个监牢嘛 监牢 大概八百年的 有 八百年 全境八百年 然后现在把它改装成茶馆 茶馆 就是茶馆 然后这监牢呢 第一个它调高 上面透气 所以下面很凉爽 凉爽 然后这边还设置了一个水池 不知道是以前就有 还是现在才有 以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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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修过的 那部分一样的 以前就一样 大部分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在那边喝茶的感觉怎么样 它的感觉一些会怕 以前的人会 现在茶馆不会怕 为什么 很舒服 以前的人会怕 对啊 这过去是一个很紧张的地方 被管竟然很痛苦啊 或怎么样 可能备受煎熬啊 可是现在变成一个休息的场所 来到这里都可以放松心情 对 也算是这空间有运用到啦 对啊 在这大热天底下 能在这种有历史意义的古迹中 饮上一口清凉的红茶 争取新奇特别的体验 休息过后 我们继续漫步在小巷弄中 享受古城独有的优先时光 直到夕阳西下 那这才结束这一整天 丰富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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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